坐過那個令韻郎雅 他怎麼都猜不到吳國大軍這麼快來到 嚇得雲拍都不齊 只一打探吳國大軍從陸路行軍來的 船隻通通留在淮水那裡 那個郎雅才定神下來 吳兵雖則勢大 但是他沒有船隻一下子就不是那麼容易過綱 郎雅一方面就加派大軍防守綱鞭 另外就立刻派人飛馬回去京城求救 楚超王知道吳國大軍已經到達漢水 也十分驚恐 立刻召集大臣來商議 楚超王的弟弟公子申 就對楚超王說 郎雅不是大將之才來的 大王不如立刻派司馬審運樹 統領大軍前往守入汗水 千萬不能夠被吳國大軍過江 吳軍遠到而來一定不支持得很久 到時他自然就會退兵 楚超王就立刻派司馬審運樹 帶一萬五千精兵去幫助令運來守汗水 那麼郎雅竟然有救兵到 又見到是司馬審運樹親自領兵前來 甚至才定下來 各位還記得嗎 這位審運樹呢 就是當年勸郎雅殺了秘無極的 此人為人終直 善於行軍打仗 是楚國一個難得的將賽來的 他來到之後就問郎雅 為什麼吳國大軍會這麼快攻到來呢 郎雅就說 哦 他們是將船隻留在淮水那邊 運綠路來的 故此來得這麼快 什麼 運綠路來的 哈哈哈哈 人人都說孫武用兵如神天下無敵 算子兵法神機妙說 原來不過如此 哈哈 照我看 孫武就徒有其名而已 哎呀 司馬 千其米大意呀 孫武足智多謀 五子雖勇勇猛過人 不可輕敵 不可輕敵呀 哎 靈魂放心 這回孫武貪圖快捷 舍氣長處 本來吳國最擅長打水戰的 如今他棄州登岸 萬日打敗了 就連退路都沒有了 這樣呀 我現在留五千軍馬給靈魂 靈魂千其不要出戰 只要沿著江邊嚴密防守 將所有的民間船隻 通通扣在江邊 再派幾隻戰船 沿江巡查 防止吳國搶船 強渡過江 我就親自帶一萬軍馬 抄小路去懷水 將吳國留在那裡的船隻 通通通燒了它 截斷它的退路 那時候 靈魂在渡江出擊 我在背後攻上來前後夾攻 呵呵呵 這算無水綠露露斷 首尾受敵 連吳王俠裏也都死在我們手上 那狼牙聽見敢說 喊起到站起來說 師馬高見 老夫望塵莫及 一切就靠師馬調度了 沈允殊就立刻留一個大將 無誠黑 叫他帶五千軍馬來幫助 令運守漢水 自己呢 就統領一萬精兵 起程去淮水那裡 去截斷宣武的龜老 沈允殊帶大軍出發之後 吳楚兩軍就隔著漢水 兩軍相馳 一年幾日都沒有到洞正 沈允殊帶來那位將軍 無誠黑呢 哈 這個人貪功無盡 又想討好令運來升官發財 他對浪雅說 吳國兵將本來只是會坐船打水戰而已 打陸戰他不在行的 何況他來到我們楚國地理不熟 現在在江邊逗留了那麼久 進退不得 司馬的人多 現在司馬親自帶兵去燒吳國的兵船 截斷吳軍的退路 那麼將來破雲的大公他佔第一 靈魂官職是最高 名氣最大 但是呂士出兵都不利 如今又將打敗吳國的大公 讓了給司馬 那靈魂還何以復百官呢 不用多久 司馬就一定會代了靈魂的職位 不如就聽從武將軍的繼謀 渡過漢江 和吳軍決一勝負 這才是相賊的 那個狼雅都想起來又是呀 這件事牽涉到自己的烏沙帽嘛 他就全下號令 大軍渡江一過了汗水 就駐紮在小別山那裡 報城鎮西 準備向吳軍來進攻 那位將軍屍王就想立頭宮 他親自帶領大軍去打頭陣 吳國這邊 那個孫母見到狼雅過江呀 哎呀真是求之不得呀 立刻就吩咐先鋒公子扶蓋 如此如此借搬借搬 扶蓋就照辦了 好了 兩軍對陣 坐過那邊呢 就欺負吳國人 也不會在陸地行兵打仗 渡槍劍擊 排列都整整有條 看似揚威耀武 吳國那邊呢 是無聲無氣的 忽然間就見到三百武士 個個披頭散發 又不是拿刀 又不是拿長矛 每人托了一條大衫 那條衫足足有仗幾義仗場 喂 哪是打仗的 好像棄屋一樣 幾無對應又無陣法 爛爛散散三五成群 坐過的將軍死王一見 這個樣子就笑起來 哈哈 刀槍也不懂得用 學人打仗 就下令兵車走在前面開路 後面的軍事跟著衝上來 誰知道 吳國這三百名勇士 而且呢 個個經過訓練 個個歷大無窮 那條大衫 一摸上來就像大風車一樣 扮落馬那裡 馬腳都打斷 掃落冰車就算 連人都搏了落車 坐軍就估不到這樣打法 一下子掃手不及 兵車就被他打到亂了 後面那人跟著衝上來的軍事就更慘了 大刀長矛就沒有內疚人那條大衫牆 嘿 被他打到七零八落大敗而肚 靈魂狼雅就找個屎王來罵 你叫老夫道江 誰知道一出師就不理 你還有什麼面目來見我 屎王就說 你是不是一時大意 被他打亂了陣腳 吳兵得勝他必然安枕無憂 靈魂不如再派一萬精兵給小將 今晚出其不意 去攻擊吳王的大影 連吳王合雷都捉了 靈魂雅一聽 如果連吳王合雷都捉了 那這個功勞就大了 不如自己親自出馬 靈魂雅就帶一萬精兵 下令先飽餐一頓 就準備夜襲吳國的大影 再說吳國那邊 公子符蓋打了個大勝仗 就慶高采烈在那裡慶功 孫武就說 今天楚國雖然打敗了 但實在沒有受到幾大損傷 必定不服氣的 那個靈魂雅貪功無盡 是個無能之輩 他今晚一定會來偷襲大營 你們要做好準備 然後孫武就下令 叫附蓋帶領大軍 埋伏在大別山左右 任由楚軍攻進去不准亂動 要聽號角一響 然後才出擊 接著又派唐國 塞國的軍馬 分成兩路接應 又下令 吳子衰 帶領軍馬抄小路去小別山 劫狼雅的大寨 派公子山 帶領林軍馬 保護著吳王俠雷 馬上就搬去漢陽山那裡 離開戰場遠一點 以免吳王受驚妖 在大別山上的吳國大營 照舊插滿了軍旗 留了幾百個老弱殘出 在打耕巡營 號令元不克 一起行動 那晚三更時分 楚國令韻狼雅 就果然帶領一萬精兵 從山後邊爬上來 真是無到戒備 他一直攻入大營 軍事齊聲納喊 要捉住吳王俠雷 怎知道進一看 凶狂狂人影沒有過 狼雅就知道 眾計立即全令退兵 那時候號角聲響 覆蓋帶領大軍衝殺進來 那位靈魂狼雅 平日敲渣勒索 膽大包天 打仗來膽小如鼠 一見到眾計 就慌亂逃跑 一萬士兵已經不見了三成 等他走出大營 剛剛想停下來休息 一聲鼓響 突然左邊衝出大軍 帶頭的是唐國國軍 大聲喊 還兩匹寶馬給我 我就勉你一死 狼雅就見撞著這個冤家對頭 快點帶著人馬向右邊逃跑 走得沒有幾步腳 又一路軍馬折著去路 原來是賽國國軍 坐在冰車上面 指著狼雅就大聲罵 你這個卑鄙無恥貪德無厭的老賊 你快點把揚枝白欲配 和那件皮婆給我 狼雅被他這樣罵 真是又醜又生氣 又慌又怕進退不得 正在危急之際 好在劉守江邊的大將 冒城黑就帶著五千人馬來救英 復戰一番才救了狼雅出去 那快點想趕回小別山大營 將近回到營面 走來幾個守寨的小卒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大營被五指碎佔了 狼雅就怕到腳都軟邁 士王就快點扶他上馬車 帶著一群殘兵敗出 就向後方逃走 一口氣走到天亮 才到了柏舉那個地方 見到已經離開險境 才敢停下來呼一口氣 那就在柏舉那裡設立大營 來收留逃兵 那時候狼雅都已經怕到六神無主 就想放棄大營 帶著敗兵走回京城 那個將軍屎王又勸著他 靈魂不能走 靈魂帶領大軍來抵擋吾國 已經接連失利 如果現在又連大營都調賣 走回去京都 那吾國大軍一個看水 我們就無險可守 吾軍就可以直入京城 那時候靈魂最責難逃 不如盡力決一死戰 就算死於沙場 也搏得流明後世 狼雅正在籌囚不決 抵下來報 說楚王派大軍來接應 狼雅就立刻出營去迎接 原來呢 楚昭王也知道孫武和五子衰厲害 就怕被他們過了汗水就不得了 故此呢 就派了大將軍韦耶 統領一萬精兵來接應 那韦耶就問起 為什麼會搞到這麼狼狽呢 狼雅就只好把前前後後的事說出來 大將軍韦耶就說 如果早聽司馬的主張 就不止於今天地步了 現在唯有死守著這裡 不讓吾國的大軍過江 等司馬大軍回到黎賢 才前後夾攻 這樣才可以打敗孫武啊 誰知道那個令韻郎雅呢 因為自己觀高為尊 接連打敗仗 搞到難以下台 現在呢 他是想打一場勝仗來彌補一下 他就說 老夫只是因為兄弟 吾聽下面的繼謀 一下急於求勝半夜去劫刑 所以才被吾子衰偷襲而已 這些不過是一時疏忽 如果兩軍對陣 吾兵就哪是我們楚軍對手啊 現在將軍來到對了 將軍統領的大軍士氣旺盛 不如我們就合兵一處 和他決一死戰 那位將軍 因為偉爺呢 明知道令韻是不懂打仗的嘛 幾萬精兵都已經被他不見了一大半去 如果現在連自己這萬人馬 再拿來冒險 到時再打敗 那楚國就連京城都難保了 故此 惟爺就不肯了 這兩個人呢 一個就似著自己身為令韻 就看不起將軍惟爺 另一個呢 又明知這個令韻無能 就不肯陪他死 兩個人就各顧各 各自立形仔 大家相隔十幾里路就各自為政 那吾國先鋒公子扶蓋 見到楚國將相不和 就請求出兵去夜襲 但是吾王俠雷呢 就怕著去夜襲敵營危險 就想保住自己弟弟的安全 就不准他去 扶蓋又不服氣 又似著自己是大王的弟弟 哈 他親自帶五千人馬 眉天光就去偷襲狼雅的大型 又被他撞正了 狼雅真是毫無戒備 一下子被他扶蓋攻進去 楚國那些軍事呢 因為已經接連打了幾場敗仗 所以事無鬥志 當場就亂了 那吾國這邊呢 孫武就知道公子扶蓋 親自帶人去攻打狼雅 就怕著萬一有失 也都怕著大軍來接應 這樣就變成內外夾攻 狼雅呢就怕到連兵車都來不及坐 帶著幾個隨從狼雅逃命 剛剛走出大型 就被吾國追兵一斬射過來 就射正肩頭 好在那位將軍史皇趕到來 他就把自己的兵車讓給狼雅坐 史皇就拿起劃擊 帶著人馬衝入吾國軍中左衝右突 打到筋皮力券 賤死沙場 狼雅就趁這個機會走掉了 那個狼雅 他自己是統領三軍的 現在呢 他自己撿回一條命 他就不理那麼多 帶著幾個人呢 就跑去鄭國避難 那楚國軍中無大仗 自己就已經亂了 那位將軍武成黑 也被吾兵殺了 那在另一邊襲營 那位大將軍韋耶呢 他帶著兒子韋賢一起來 那韋賢見到另運那邊打敗仗 就想帶兵去救 大將軍韋耶就嚇著兒子 放進去 現在救抑救不了 到時連我們都沒有放 韋耶就親自拿著寶劍 站在大營前面 下令三軍不准亂動 為令者斬 那吾國那邊呢 見到這個韋耶這麼沉著 也不敢來攻他 靈魂那邊走掉了那些殘兵敗出 那天就紛紛了來韋耶的大營 一夜之間就收留了幾千人 那韋耶呢 見到吾軍來勢這麼猛 知道硬打不行了 不如就保存實力好了 他就立刻下令全軍拔寨起程 趕回去守衛京城 韋耶就叫他自己的兒子韋賢打先鋒 他自己呢 大令軍馬押後 一邊打一邊退 吾國這邊呢 公子覆蓋 知道韋耶要撤退了 就帶著大隊人馬在後面追著來 一直就追到河邊 那楚國這邊呢 正在這裡搜集船隻 準備過崗 那吾國那邊的將軍 就準備下令攻上去截斷楚軍的退路 公子覆蓋就下令 不准進攻 那些部下就奇怪就問他 現在再不攻他 遲些楚軍就過了崗了 咦 我們如果現在進攻他 就逼得他太急 困獸猶斗 他一定在河邊盼死來抵抗 不如就等他一部份人上了船 然後我們就趁勢攻他 那上了船的走都走不及了 未上船的 就顧著爭上船 哪裏還有人肯死打的 那就一定能夠時半功倍 符蓋就立即下令 退兵二十里路安迎 那時候呢 吾王俠雷和孫武也統領大軍趕到 吾王俠雷聽到符蓋這樣的計謀 就十分歡喜了 就對五子衰說 看人有個弟弟這麼本事 何愁不能打敗楚國 五子衰就對俠雷說 大王 符蓋這個人 浮大喜功 此才傲默 而且性情凶狠 雖然他勇猛善戰 大王 千萬不要重用他 要不然 將來他會連累大王 合類就不以為然 還有些責怪五子衰 以為五子衰 妒忌符蓋的功勞 那現在再說 坐過這邊 大將軍偉爺 見到公子衰蓋追著來 就剛剛準備列陣認敵 又見到吾兵後退二十里 他就想 哦 一定他知道我們會全力死戰 故事不敢追來 偉爺就下令 加緊去找船 半夜吃飯 一早就上船過崗 明天一早 就剛剛開始下船 突然吾國大軍四面殺到 楚國的大軍 有些已經上了船 上了船的那些 就移得快點走 未上船的那些 真是爭善恐後 要搶著上船 那哪個肯留在後邊 來死打才行 大將軍偉爺 雖然親自坐鎮 都已經沒辦法收拾殘局了 一下子就被吾國大軍 將渡江的渡口風雨 搶走未開的船隻 為爺的萬多精兵 一下子就打散了 被吾軍殺的殺族的族 就不見了一半 剩下那半殘兵敗出 就只好向著陸地來逃跑 一口氣就走了半天 就去到雍世那個地方 又餓又累 實在沒辦法動 偉爺見到這樣 就只好下令就地安逸 又見到後面沒有追兵追到 偉爺就下令 挖造主犯 想飽餐一頓 然後就起程 剛剛煮熟飯而已 突然煞聲四起 吾國大軍追到來了 原來呢 那個公子乎蓋 一直都跟著 還沒抓到實 他見到偉爺下令安逸 他又不來攻住 見到偉爺下令煮飯 好 他等到飯煮熟了 然後突然間攻上來 啊 楚國軍隊這回 已經好像驚弓之鳥一樣 一聽到吾國大軍追到 還顧得吃飯 連鍋頭都丟了 走都走不及 扶蓋的大軍這回 連米都省了 將楚軍煮好的飯菜 飽餐一頓 然後呢 就繼續跟著美追著來 那些楚國的軍事 已經餓得不懂 剛才煮好飯 剛剛想吃 怎料一口都沒有進口 煮了給人家吃 每個人就摔頭摔腦 就沒有離神器 走都下不動 一下子就被吾國的軍馬追到來了 這回不用打 自相淺踏自己 踩死都不知道踩死了多少 大將軍韋爺 見到情況危急 就叫兒子韋賢 帶領人馬衝出去 他自己來到殿後掩護 那時候 兵敗如山倒 又寡不敵眾 韋爺就被公子覆蓋 一話氣就刺死了 他兒子韋賢 也沒有辦法衝出重圍 唉 看白這一回 兩父子就同歸於盡 忽然間 一路軍馬衝過來 公子覆蓋都只是在打勝仗 想不到橫橫殺出一隻軍馬 一下子就被他衝亂了陣腳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